8月25号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刊登文章称 近期撰写文章宣称中共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实验室 并向一些美国媒体投稿 但是都遭到拒绝刊登 25号自然期刊刊登病原调查小组学者的文章 指出中共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分享中共病毒的部分原始数据 文中强调说 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假设非常重要 不容忽视 同一天 世卫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简报会上表示 中共一方面声称实验室泄漏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又要求世卫调查其他国家的实验室 这实在是有些矛盾 新唐人记者凤华与威综合报道